歡迎收看 周一到周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宜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要PK 親子料理的兩位來賓 首先介紹這一位呢 雖然他們家沒有小孩 但是他們家有個大小孩大Baby 每天要取悅他 其實也沒有很容易喔 來回家 來歡迎我的好朋友GiGi Yeah 我們家那個大孩子很難取悅 真的 很難取悅 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所以你常常要騙他 所以他其實是大小孩 他是的 所以你很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 再來介紹的 他們家有兩位小孩 是真的小孩囉 對 來歡迎何宇文 嗨 大家好 我是宇文 那至於健康還有營養的部分 當然就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好 除了兩位藝人要來PK之外 我們要介紹今天四位小小美食家 還有小幫手 來 歡迎的是我們的評審長 Jasmine 歡迎Rider Yeah Chan Chan 他比較害羞 來 再歡迎Hulk Yeah 哇 好有元氣喔對不對 好 四位待會要幫你們當小幫手 也是我們今天的評審 所以要討好他 我們今天的主題食材是秋葵 我想要問一下GiGi 我們都很愛吃秋葵 我超愛吃的 而且其實秋葵直接生吃 然後加點芥末醬油就好好吃 真的 但如果你今天端出這道料理 小朋友會哭給你看 我老公會先哭 你那個吃 你單屏不喜歡吃秋葵 他不吃秋葵 真的嗎 所以我都要很技巧地把它藏在 藏於無形 秋葵很難藏 因為秋葵會會燒燒的 對 因為他不喜歡吃 任何年稠物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 對 我覺得都是女生會喜歡 對 養生 而且重點是 秋葵好像對女生來講 就是對健康來講好像滿好 好像是這樣 那你自己平常做料理的話 大概都做什麼料理呢 我都做煮給狗吃的 嚇死我了 我老公是狗吧 對 因為你老公是狗對不對 我們家除了我老公 除了我要伺候他之外 還有兩隻老犬 因為牠們已經老到 就是要吃鮮食 所以我每天都會一直煮 一直煮 妳知道我常看Gigi的那個 粉絲團 他常常會PO說他煮給狗吃 但就很少看他PO 煮給他老公吃的 我老公自己會PO的 有 因為他現在你發燒 我就燉了雞湯 給他補一補 那你有沒有有時候 就比如說你是要 就兩鍋一起煮 不小心端狗的給狗吃 不是 因為有時候是 男女人就是很累 對 工作很忙 我就不相信你沒有搞穩過 他就端那個蒜頭雞湯給狗喝 對 狗喝了之後 老犬的腎臟就越來越衰 活力充沛元氣很慢 對 但是今天 因為Gigi雖然沒有小朋友 但是因為他今天 來要煮給小朋友吃 他其實滿花心思下去 設計這道料理 但是我們的媽媽 也不是省油的燈 宇文 你們家小朋友挑食嗎 我們家小朋友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本身通常是媽媽難搞 小朋友就會好搞 媽媽難搞 所以你就是妳好難搞 媽媽比較難相處 所以妳小朋友很好相處 所以妳承認妳難搞 我常常 我能在這邊說我不難搞嗎 我告訴妳 有時候我們剛在外面 他就開始一直就是瞪我 那時候我是不會輸給妳的 我說我告訴妳 我又不能輸對不對 真的 真的嗎 妳等一下奶會噴出來 如果會生氣 生氣奶會縮 那縮了以後 我小孩子沒奶喝了 我覺得主要是在吹他 媽媽主要是因為 怕小孩子剛好看到電視 然後他回家沒有那個媽媽的生液 或是那種老公看到就是 譬如說他沒有小孩 但是其實不代表他不會煮 可是如果你自己煮東西 如果輸給那種沒有小孩的 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本來又本身就是個小孩啊 對 可是通常就是沒有小孩的人 才有時間煮很厲害 而且重點是 是面子掛不住的問題啦 如果你兩個小孩的媽媽 然後又煮輸一個家裡只有狗 跟那個一個 老大輸 老大輸 你這樣回去的話 你沒有 沒有顏面啊 我 我就是 OK啦 我覺得妳贏定了 要多少錢買這一集 沒有... 我想要把這一集版權買下來 如果我輸了我就把它買它 不要播出可以嗎 沒有...因為 雨雯我剛看了妳開的菜單 我覺得那是我會愛吃的 對 我今天那個是大人的 對 但是我們還在喝酒的下酒醉 一個乖的小孩 不是媽媽去配合妳 是我 我叫妳吃什麼妳就吃 而且... 那是今天的小孩不信嗎 你知道這個遊戲規則嗎 就是沒有帶妳的小孩 來吃我們今天的料理 我現在摳他 但是妳在家怎麼哄小孩 妳說妳小孩被調教得很好 如果他真的挑食的話 他以前就是挑食 後來有一次 我真的發瘋了 就被他逼到已經搶腳了 我後來那一次就突然想到 我就轉頭 我就搜尋 非洲飢餓兒童 還是非洲飢餓男 我就拿照片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我剛... 那個不是在家裡 是有一次我在... 也在一個日本料理店 我不知道給他吃什麼東西 他不要吃什麼什麼 然後我後來在日本料理店 我就突然就靈機一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查 我就打搜尋 然後就打那個照片 他會出來很多 其實你自己看有點難過對不對 很慘耶 好 我很難過 我開始在日本料理店哭 我邊哭 邊跟小孩講說你看 因為他把東西丟地上 我說有些人是在吃地上的東西 就有一張照片 小孩子撿地上的東西吃 我說你現在如果不愛惜食物 我說你看有一些人 他會去撿你不要吃的垃圾什麼什麼 我女兒嚇到馬上把他再撿起來吃 那有病毒吧 有細菌吧 對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已經誇張到 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你一定要給他下猛藥 從那一次以後 他就開始不調食了 再也不調食了 應該是說 就是他會比較乖一點 對 好 那今天我們的特選食材是秋葵 那提到秋葵 我們要來講一個新聞 因為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4月到9月的期間 是腸病毒的耗發期 但很奇怪喔 今年冬天 現在都已經12月多了 但是好像腸病毒還是蠻 就是說沒有下降的趨勢 到底是發生什麼原因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請洗手徹底清潔來預防腸病毒 而每4年一次大流行的腸病毒71型 今年更是來勢兇兇 4年是一個 最常見的一個流行的週期 那我們上一次是2012 那今年2016是最可能會流行的 那他預估可能會有十幾個死亡 然後差不多接近一兩百個重症嘛 這是機關署的預估 腸病毒71型是 炮枕型咽霞炎或手足口病 有五百分之一的機率 併發腦炎或心臟肌炎 甚至會流下後遺症 1988年台灣就有78位孩童死亡 運動障礙 那再來呢 他可能會無法吞咽 所以他必須用鼻尾管餵食 那也有人他就是會有睡眠的障礙 那有人必須在家裡用呼吸器 因為他自己沒辦法呼吸 重症的年紀通常也比較特別 通常是一個月以下 一個月以上其他型別就很少了 國光疫苗廠研發的腸病毒71型疫苗 渴望在年底量產上市 現有腸病毒有68種 只有一種研發出疫苗 醫師提醒在這之前 還是要勤洗手避免病毒感染 記者吃吃戀 台北報導 我覺得今年的冬天 爸爸媽媽還有那個小朋友 真的要小心 因為今年冬天不僅是流感大流行 連腸病毒都不放過 我們的小孩對不對 其實腸病毒 剛剛其實在新聞裡面有提到 其實是一種多種的病毒 那腸病毒如果小朋友很嚴重的話 會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一般來講 只要是一個月以上的話 剛剛有提到 其實如果你有治療的話倒還好 但是如果說真的太嚴重 或是有小朋友 真的免疫力比較低的話 其實跟我們一般會發作 比如說很嚴重的腦膜炎 腦炎 他剛剛提到的心肌炎 那這個都會影響到生命的安全 對 但是這是比較特殊的 但是一般通常都是發燒 然後可能有一些會傳染 所以其實腸病毒 記得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所謂的清潔 大家就是一直說 小朋友一定要洗手洗手的 而且不是小朋友洗手 是大人要洗手 大人要洗手 其實你會得腸病毒 但是你不會發病 所以為什麼小孩子會得腸病毒 他們有些說Baby都在家裡 是因為你身上有腸病毒 但是大人有時候症狀很輕微 會像感冒或是根本就沒發病 所以病毒一直在你身上 而且腸病毒水根本洗不掉 你一定要肥皂 那如果像那種乾洗手 乾洗手也不行 乾洗手也不行 是喔 好 那我們剛才現場用乾洗手 來人啊 來肥皂好不好 兩大 就是一定要用肥皂或是漂白水 所以你居家清潔 清潔啦 清潔可以用漂白水 但你手不可以洗手 可以用肥皂去洗啦 肥皂才洗得掉 所以就是要清洗手 然後現在要比腸病毒的姿勢 對不對 我已經贏了 不好意思 作為太太 作為太太我們要PK料理 我們要PK料理 對 然後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今天還是提升小朋友的免疫力啦 因為你看一個班級裡面 有一個的腸病毒幾乎全白都聽完了嘛 他感染力很強對不對 他其實很強 但是說如果說年紀大的小朋友 可能變成說他可能初期是手足口病 最麻煩的是小朋友吃不下 會短時間內消瘦 爸爸媽媽會不捨 因為他嘴巴會破掉 破掉的時候他幾乎 比如說因為像如果生病 通常都給他吃粥啊什麼 這時候千萬不要 因為熱的東西他會更不舒服 他要吃高熱量 然後稍微帶點涼或帶點冰的東西 冰淇淋啊 冰淇淋 答對了 冰淇淋 這時候可以吃冰淇淋 真的 可以吃一點冰淇淋 然後今天這樣比較牛奶口味的 或是不要有太多添加物 有冰的冰淇淋 或是冰的果凍也可以 然後比較好入口 然後還有像冰的優格啦 然後或者是說像一些 冰的 沒有注意脫水 就冰的一些運動飲料 其實都很對不對 妳這樣一說我覺得小孩子 會覺得好像得償病毒 對 好像還不賴喔 是天幸福的事啊 還可以吃一些臭冰淇淋 但事實上他們在吃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太舒服 然後是喝一些冰涼的蔬果汁這樣子 但是營養師提到是說 如果得到腸病毒的小朋友 可以吃這些 但是我們不要得腸病毒啊 我們要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我們要提升免疫力 要提升免疫力 跟我們今天介紹的秋葵有關係嗎 對 其實秋葵裡面 我們稱為剛剛那個黏稠的部分 它其實是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然後另外裡面有維生素C 它有一些礦物質像鑫 鎂 這些其實都滿豐富的 然後另外秋葵本身呢 它其實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很多的病菌 包括小朋友的一些 比如說小朋友如果說腸道不好 其實它也很多免疫力都會下降 所以我覺得倒是還滿好 可以給小朋友吃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胖小孩 比較胖的 胃口比較好的 我們知道現在肥胖 其實是一種慢性發炎 身體其實也處在一種 免疫力比較低的狀況 有些胖胖的小孩 你看起來以為壯壯的 事實上他常常感冒 然後常常別人中標 他就中標反而旁邊 那個瘦瘦的同學都沒有中標 所以其實我覺得倒是 這些小朋友可以多吃一點秋葵 對 但是妳叫小朋友多吃秋葵 很多小朋友看到狗狗的東西 就是不想吃啊 所以今天兩位就要來PK 用秋葵 秋葵 用秋葵來做出美味的料理 首先GG要端出什麼菜呢 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 當啦 秋葵玉子沙 好可愛喔 是不是 對啊 可是我想我做出來的 應該沒有這麼可愛啦 蛤 真的嗎 妳要盡量做成這樣 但是味道會很好 對 黃心肌很重 該不會妳有準備番茄醬吧 我跟妳講 怎麼可以少了這樣東西 番茄醬 我告訴妳 妳隨便什麼一個炒蛋 妳只要接一個荷包蛋 有番茄醬妳就可以吃了 這什麼公平 慢慢冷靜 番茄醬不準 沒有 妳冷靜 番茄醬 因為小孩子只要有番茄醬 就一定吃不一定 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攝影棚 不準的是玉米 因為小朋友只要東西裡面有加玉米 他們都覺得 就吃 真的假的 我也很愛吃玉米 或是有加起司 對 我告訴妳 番茄醬 玉米無氣 我現在不輸 你不能加玉米好不好 他沒有要加玉米 這個我們不能加玉米 沒有 沒有加玉米 絕對不會加玉米的 但我覺得這道料理已經看起來 很美味 很過分 但是妳看看宇文心肌多重 他那個料理簡直就是逼我跟GG 等一下去G酒屋喝兩杯 對 可是我們兩個很愛的 小孩子不愛吃沒關係 因為媽媽想吃 滿天心鹹蛋 對 就是那個鹹蛋 這叫什麼流沙 流沙 金沙 金沙 秋葵 這位媽媽 妳知道我們今天是要做料理 給小朋友吃嗎 因為我告訴妳 我覺得她沒有在管這件事 她只管她自己行不行 我必須講我女兒很特別 是我女兒愛吃鹹蛋 因為我們家早餐是那個 稀飯比較多 對 然後有時候 你知道稀飯就是蛋而無味 所以她喜歡配鹹蛋 對 你就配一點點 但不能太多 因為當然是這個東西是很鹹的 但是她倒是 妳倒是抓到小朋友一個心理 因為小朋友如果不喜歡吃秋葵 有吧 不喜歡的也吃 對 但是 妳倒是抓到小朋友一個心理 因為小朋友如果不喜歡吃秋葵 但是他喜歡吃鹹蛋的話 他會因為他喜歡吃的東西 而把不喜歡的也吃起來 對 但是 這不是做給妳家小孩吃 對 我覺得這不是所有小孩都喜歡的 因為基本上 第一個看到綠色他們就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我告訴妳 我秋葵也會加番茄醬 我覺得我站過來吃 什麼 妳會加番茄醬 妳加 妳加 妳加他們比較怎麼樣 妳這樣要加 不行嗎 妳要加番茄醬 妳確定 我今天讓妳贏好不好 我覺得小朋友鹹蛋就不會喜歡了 他們喜歡 沒有 小孩子喜歡 有些小孩子喜歡 小朋友到底喜不喜歡 我們待會就會揭曉 我們馬上來進入這一集 我覺得我可能會有人聲 我也覺得 我也好愛他 明星親子料理TK在 好 首先登場的就是Gigi 她今天要做的是秋葵日子燒 我們來看看食材有什麼呢 有秋葵四個 雞蛋四顆 鹽少許 醬油少許 味醂少許 起司絲 柴魚高湯 起司絲 不是不可以 起司是沒有 是玉米不可以 是玉米不可以 因為妳這樣要做那個玉子燒 有的時候加一些起司 它會有更不一樣的烘味 真的 真的 可以嗎 妳等一下 妳再鹹蛋放起司 好 可以 妳就鹹蛋放起司 我鹹蛋要放番茄醬 再放起司 好 OK OK 妳等一下會不會變很怪 妳自己衡量一下 媽媽們很擔心 真的 生小孩要吃 好 所以Gigi 我今天派了兩位小幫手 Jasmine跟Rider要幫妳 然後幫妳拿東西 好啊 那妳要交代他們 給他們任務 Jasmine最乖 那人最棒了 妳看 妳看她都把手放旁邊 超厲害的 好棒棒喔 要注意聽喔 那邊有那個綠綠 一條小小的秋葵 妳知道是什麼嗎 有個保鮮膜蓋的 那妳幫我拿秋葵好不好 妳幫我拿一碗好了 好不好 那妳一起講可以嗎 還有那碗蛋也幫我拿過來 好不好 然後蛋下面有另外一碗 是妳們最喜歡吃的什麼 起司 也幫我拿 好不好 好嗎 謝謝妳 GO 這樣就好了 對 GO 很清楚她們 沒有 Jasmine妳今天是她比較 年紀比較大一點 好可愛喔 還有那個小菜籃 對啊 有小菜籃 對不對 是我們的對手 好囉 好 拿過來 可以過來了 Rider一起過來 謝謝 有沒有覺得 Jasmine有一種小大人的感覺 有耶 好 辛苦妳了 蛋四顆 秋葵 然後秋葵少許起司條 起司 好的 然後我想要請Jasmine來幫我一個忙好了 Jasmine來幫忙 這後面有一個中間的那個湯匙 在剪刀旁邊那個幫我拿一個好不好 對 十個 好 一個就好了 謝謝 那我先來拿我需要用到的秋葵 好 好 平常真的有在煮同時有啊 有啊 但是我戴手套比較不習慣 對啦 手套會滑滑的 妳想先吃嗎 妳想先生吃嗎 不行啦 生的秋葵他們應該不要啦 不敢喔 好 那等一下煮鍋很好吃喔 對 煮鍋 那我先把秋葵先放這好了 我可以喔 就是這樣 好 秋葵可以生吃嗎 快一點 可以啊 秋葵是可以生吃的啊 生吃 是可以啦 但是小朋友可能比較不喜歡 那個口感 對 因為如果生吃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硬的感覺 有點澀澀的 有點澀澀 但是秋葵就很難抉擇 因為妳如果是生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有狗狗的東西 可是妳稍微燙過之後 它就會變狗狗的 但是妳要提升免疫力 確實要是狗狗的東西 而且盡量就是說 如果大人吃的話 或是小孩的 那種比較大一點的小孩 其實妳的整顆的那個 整條的那個秋葵啊 就只有那個頭 稍微比較難消化 那我們可以用類似像削鉛筆的方式 把它削得比較不會那麼粗 就不會浪費對不對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蟲蟲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吃進去 是 其實一般在做那個秋葵玉子燒的時候 他們會是整支直接 但是因為我覺得怕小朋友 就是一整支的 他們比較不好入口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把它切碎 旁邊的貓媽媽在 媽媽媽說 那個什麼燒鉛筆是什麼意思 你削一個削鉛筆這樣 那我也會削啊 那還好啦 就是它比較難消化 對 這樣也不會浪費這個食材 對 不會浪費食材 妳就頭就不用去掉了 對 好 把它把秋葵 現在繼續把秋葵切成 一小段一小段的 對 切成很可愛的樣子 其實玉子燒小朋友都 普遍滿喜歡的 其實蛋的料理 其實很適合在這個秋冬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要抵抗所謂的 一些感冒 或剛剛講到的 就是有一些腸病毒或甚至一些病毒 那它最主要就是要讓我們 有一個抵抗能力 那它最主要我們體內的一個 抵抗的蛋白質 其實就是原料 就是要來自於雞蛋 然後或者是一些魚啦 甚至海鮮都可以 但是蛋是小朋友最能夠接受的 妳會打蛋 妳會打蛋喔 那個妳請Jasmine幫妳打蛋 好 但是我需要四顆 等我一下 好 來 那這個 我剛敲了 交給妳 好喔 妳好棒喔 記得蛋殼不要掉進去 妳會打蛋好棒 然後蛋把它放到 給我 我來丟 好 棒喔 小孩子一天可以吃那麼多蛋嗎 這不是一個小孩子的 這是好多個小孩子的 幹嘛一直解釋 我們沒有解釋 因為我們小朋友 既然有人有疑慮 就來解釋一下 小朋友到底一天 最多可以吃幾顆蛋 其實小朋友的話 正常來講應該是一顆 不過因為 如果說妳小朋友沒有吃其他的肉的話 其實妳可以再補一顆蛋給他 然後蛋盡量是以 比如說剛剛這邊 像這種煎蛋 水煮蛋 荷包蛋 其實它的吸收率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滷蛋比較不建議 如果是滷很久的那種茶葉蛋 然後或者是那種鐵蛋 那它普遍是吸收率很低的 妳幫我咬三大瓢過來好不好 三個喔 一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柴魚高湯 柴魚高湯 好 所以剛剛雞蛋裡面 要加柴魚高湯三瓢三大匙 好了 謝謝 那其他的那個 Jasmine幫儀佩姐收到後面去 謝謝妳喔 收到後面去 然後呢 後面後面 對 再加入少許的鹽 因為我不想讓小朋友吃口味那麼皺 對 再來 加一點的味醂 好 醬油我也決定不放了 真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撒鹽巴啦 而且我有祕密武器 祕密武器到底是什麼 好緊張 真的啊 起司絲喔 對啊 起司絲 然後這時候就打蛋 好的 先打蛋 然後 好 妳會打蛋嗎 我覺得那個打蛋還滿重要 就是要打得很細 然後還有就是油鍋要等油熱 熱的之後 一次下 然後但油鍋大概熱了 然後下面妳就開始煎 但不能煎太熟 然後要轉中火 然後再慢慢轉燒火 然後趁它上面還沒有的時候 妳就可以撒剛剛我們 切的那個秋葵片上去 然後先撒秋葵 然後就再等它再冒熱 再一下下 最後再上那個起司條 所以妳就是把蛋當成是 要捲起來的那個基底 然後上面就放上秋葵 上面再起司條之後 把它捲起來小朋友看不到了 好好吃喔 好吃死了 好吃死了 對 然後妳就煎的時候 妳再把整個放在竹簾上 慢慢捲 好 那現在Gigi把那個蛋弄出來之後 現在就要馬上捲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要有一些手工 幫它美容整容一下 因為捲的時候 就比較需要一些小撇步 對 妳看它現在就已經 對 就其實很像捲壽司的感覺 那我們給它一點時間 因為它需要包覆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裡面有加起司 所以它就是會黏在一起 我這光看我就好想吃 是不是 而且妳會聞看它的味道 很香耶 可以留一半給我 對不對 很香耶 很香 超香的 好 就完整了 對啊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把它切成那個 剖面之後 就會像現在這樣 就會像現在這樣 然後在上面可以再 蘸一些番茄醬 好 我們請營養師來分析一下 其實這道看起來非常美味 但它的營養成分如何 它除了提升免疫力之外 很適合那種正在念書 久坐不動的小朋友 久坐不動的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幾乎沒有動 然後也沒有運動 然後一直坐在那邊念書 因為它其實可以促進排便 然後另外 其實我倒是覺得剛剛發現 因為秋葵它算是在蔬菜裡面 算是含鈣量還滿高的 我們要促進鈣質的吸收 其實需要一點維生素D 除了曬太陽之外 它剛剛整顆蛋下去 它裡面有蛋黃的部分 所以其實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所以小朋友長高也很好 所以這一道其實 滿提升免疫力 又可以長高 又可以促進排便 我覺得成功 評價其實很高 而且其實我自己如果做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加些木耳打成泥 木耳又是腸道的青道膚 腸道的青道膚 然後其實因為我們小朋友很愛 但是我可能提醒媽媽 就是說起司它是屬於乳製品的部分 那一般如果像我們早餐 再吃的那種兩片的起司片 大概等於一杯牛奶的一個蛋白質 跟鈣的一個量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替換的方式 所以起司其實也不能吃太多 也不能吃太多 就是要選擇鹽分少一點的 了解 Gigi這道料理 我覺得非常棒 而且營養成分又很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何宇文會端出什麼料理 好的 今天宇文媽媽要來帶來這道 要去買天心鹹蛋是一個很大人口味的料理 不過我真的很想吃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 你這個料理用到什麼食材 我們這個料理用的東西很少 秋葵跟鹹蛋 對 秋葵鹹蛋 大家吃完米酒醬油 或是一點鹽也可以 就很簡單這樣子 對 好 還有那個番茄醬跟起司 對 你要加上去喔 我媽媽不接話 我就知道他用語色 所以我現在是用很嚴肅的態度 來對待這場比賽 OK 好 不要開玩笑了吧 我媽媽加油 好 來 今天兩位小幫手 小幫手 我是船長 現在我講什麼 有沒有說遵命船長 第二位 然後我講說 我最漂亮對不對 說遵命船長 要 難以控制 難以控制 但是Hulk 你今天要幫那個宇文阿姨一個忙 幫他拿東西 拿東西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去幫我拿 會對不對 好 小幫手 我們現在要幫那個阿姨拿 秋葵還有鹹蛋 好 預備 GO 還有米酒 還有米酒 米酒也要嗎 米酒 米酒 預備 GO 還有米酒 還有米酒 米酒也要嗎 米酒 米酒 米酒在那邊 米酒在下面 下面有米酒 我看到了 太大聲了吧 我告訴你 阿姨過來一點 我告訴你 米酒也要拿一點 你米酒再去拿一點 倒是小心 小心一點 來 你再幫我 不是媽咪 阿姨去拿米酒 米酒在哪 在下面有一個一瓶的 好棒喔你 這個要小心一點 這玻璃有 小心喔 Hulk小心一點 好 恭喜 拿對 叮嚨 叮嚨 Yeah HIGH FIVE HIGH FIVE Give me five HIGH FIVE 對 Yeah 這位媽媽 妳明明就是媽媽 為什麼妳要控制他們的時候 還要看我 因為我剛才我非常沒有小孩資源 真的假的 真的 好 我們首先就是秋葵 秋葵 我講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很多小朋友不喜歡秋葵 上面有絨毛 毛毛 對 所以其實妳可以用什麼 妳知道嗎 妳可以幫他做一點SPA 就是去角質 OK 所以妳可以其實用鹽巴把這個 其實只是很簡單就用這個 鹽巴把它就是把那個粗粗的弄掉 就是可以把 所以如果你比較細膩一點的話 有些人做玉子燒比較粗糙一點吧 她已經在玩蛋了 不行嗎 不行 她是熟的還好 等一下 依佩姐姐說要把手放哪邊 放後面 對 但是妳再偷了一個蛋 妳再要往我 對 好 然後手放旁邊 剛剛有人對手沒有聽到嗎 就是有些人比較粗糙一點 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很細緻 做東西還注意到那個絨毛 沒有 我早已經去好了 還要你教 對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會對那個絨毛 可能會有一點效果 好啦 沒有啦 好啦 就是總而言之 就是我們要稍微就是去一下 沒有 我是覺得有些人可能不會切 所以教我用一些計較 妳不要再激怒她的計劃 好 其實我覺得宇文這一招 我其實在家也常常用 那如果說妳想要快速的話 更快速 還教我 對 妳就把秋鬼全部散 不是 就是全部放在這樣一整排 這樣子 一整排之後 好漂亮喔 然後妳把 妳把鹽 妳說對了 妳說我很漂亮 我知道 謝謝 然後妳把鹽撒上去之後 就直接用這樣子 嚕的 對 用嚕的 就更快 但還是要洗一下 不然會太鹹了 嚕嚕嚕 就是這樣嚕 對 沒錯 這樣就更方便了 好漂亮喔 真的嗎 對 她很會 我會想做的 包小廚鳥 好厲害 就把它嚕一嚕就好了 這樣它就很快速 就可以把那個絨毛給去掉了 先把秋葵的那個絨毛 小朋友可能會過敏的東西 或是要口感上會覺得不舒服 現在宇文就是把那個 它的秋葵的頭給切掉 對啊 它現在切成這樣一小塊一小塊 其實還滿好的 真的有媽媽的考慮到小朋友 入口這件事情 因為有的秋葵其實滿大的 小朋友可能在吃的時候會容易噎到 尤其是這種小小孩 他們其實基本上來講 他們就不要考慮說可能 水溶性維生素會流失這件事情 反而是把它切成小顆小顆的 然後它比較好入口 因為它反正裡面 其實蓋子的含量也高 然後它的粗纖維其實也都有保留 對 但是它盡量不要有嗆到 會比較好 了解 所以就是切細細小 其實我覺得 我有點不太明白 小朋友不喜歡秋葵的原因 因為你看 秋葵它的那個橫切面切完之後 就像一個屬性這樣 蠻甜心啊 所以你看 你如果小朋友不喜歡吃秋葵 就說我們等一下 頒一個徽章給你 想不想要一個徽章 你覺得它像不像徽章 對啊 小朋友都超想要徽章的對不對 你有吃過這個星星嗎 有喔 那你喜歡嗎 喜歡喔 我覺得他應該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對 他會不會以為是青椒或什麼 對 所以其實你就是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不是芭辣啦 這個芭辣差很多耶 芭辣芭辣 手手手手手手手好 好香薄啦 好 然後再處理那個 好香薄啦 好了 小八手拿鹹蛋 蛋蛋蛋蛋給阿姨 蛋蛋蛋哪裡 好 手可以上來了 手可以上來了 好 各位一顆 一顆就好 好 一顆就好了 好 一人一顆 一人一顆好 一人拿一顆 就剝鹹蛋 好 好棒了 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他以為是一番的蛋 好 那你會把蛋撥開嗎 我覺得他會把蛋弄爛 輕輕的剝 他現在不知道那個蛋是那個 他以為是可以剝開生的蛋 對 等一下 你看阿姨怎麼弄 你看看阿姨 你看阿姨怎麼弄 把它這樣剝開 對啊 我對是媽媽耶 那你不是剝開這樣子 是把它的 直接把它剝開 好 你這樣剝開沒關係 那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啦 用湯匙挖要不要 妳做得很棒 來 給一位 像他們拿小湯匙用挖的 他們應該比較好弄 好了 一顆就好了 不能太多 那太鹹了 好 這樣就好了 謝謝你 那顆放回去 然後那個碗給姨佩姨姐 快 好 做得超棒的 其實小孩子的確是 不能吃太多鹹蛋 對啦 小朋友如果是雞蛋 可以一到兩顆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鹹蛋 因為它相對的 含含量也比較高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 大概半顆左右就好了 剛剛宇文其實有做到一個重點就是 它可能它的調味料 就不要再加其他太複雜 就很鹹的 基本上可能有時候 醬油也不需要特別再加 對 我覺得醬油跟鹽巴 應該都不用了吧 寶貝 你不要這樣 因為是危險 但其實你知道現在的鹹蛋 有點不鹹 你不覺得沒有我們小時候 吃的那麼鹹 對 現在很鹹 那個Hawk 你的手應該放哪裡 我有個小撇步 你的手應該放哪裡 你可以把鹹蛋 裝在塑膠袋裡面 好 因為我不太會切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裝在塑膠袋裡面 手時候又上來囉 對 你可以直接把它裝進去對不對 然後再切 就用刀背切 就把它壓一壓 這樣你就不會切得到 這是小撇步耶 這個很好 很方便 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不拿出來嗎 因為我想要靠去小撇步硬 對 但小朋友看不懂 小朋友看不懂啊 好 沒關係 這個可以學到 因為我們平常在切鹹蛋的時候 都吃到快發瘋了 對 這個可以學起來對不對 這樣壓一壓就好了耶 然後寶貝你不要靠近我 你不要靠近我 對 你不要靠近我 手手 對 所以你其實把它捏一捏 我只是要給你一個 好 你只有這樣剁啊 你看 你用刀背剁就好啦 是不是可以剁很碎 對 然後你的砧板跟刀 跟你的手都不會髒掉 可以插飯了嗎 這個我要學起來 對 這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就是說 我要來做這套菜的時候 我媽就跟我說 何媽媽說太簡單 對 她說不管怎麼樣 用一個小撇步 對 她說我們不能輸給其他人 是 結果為什麼 何媽媽也是很想要贏的 對 重點是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小撇步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可以學起來 對啊 因為我們平常在切鹹蛋 你知道鹹蛋味道又很重 對 你要拿鹹蛋那邊切 要剁的時候 你要不要花10分鐘15分鐘要嘛 對 可是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馬上輕輕鬆弄 而且重點是你手不會 再用鹹蛋的味道 媽媽 我有問題 皮蛋也可以這樣切嗎 皮蛋喔 其實應該也可以 對 應該可以 對 這樣應該可以 好 那我其實待會兒 你就是先用鹹蛋跟 蒜頭你切一切嘛 然後爆香 然後爆香之後呢 你最後就是差不多像那個 因為其實一般的大廚 有些是只有用蛋黃 對 然後就是像那個金砂的感覺 但是呢 我是覺得不要浪費 加上小孩子其實 比較喜歡吃蛋白 蛋白比較有味道 所以你可以一起炒 然後你把它 有點起泡泡以後 再加一點蒜頭爆香 最後再把秋葵丟下去就可以了 大人可以再加點辣椒 是啊 所以其實這道料理 非常非常的簡單 很簡單 所以呢 你米酒什麼時候要加呢 可加可不加 就最後再加一點點就好了 就嗆一點味道就好了 OK 突然覺得 宇文講完這道料理 我好想要 等一下回家就可以做 對啊 馬上等一下回家就可以做 加上你有鹹蛋心的做法 是 對 不過我要問一下營養師 但營養師你不要因為 就是因為宇文在現場 所以你就講太好聽的話 對 你不用客氣 沒關係 他現在拿著刀 你不用客氣 我不是那種人 對 其實這道料理 其實把握一個營養的技巧 就是不要太鹹 因為他用了兩道食材裡面 剛好有一道是很健康的蔬菜 又是高鮮的 本身它沒有味道 小朋友有可能會因為 他的一些粘稠感而討厭它 所以宇文其實用了這個鹹蛋 讓它的鹹味跟所謂的 小朋友吃的味覺 它就會提升 就好吃 但相對就是不要加了太多的醬油 這些部分 但是這一道確實很適合一種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可能胃口不好 或者是有時候可能 他常常運動 跑外面的 他可能流很多的汗 那這時候確實可以在食材裡面 加一點比較鹹的食材 所以我們控制在所謂的 這個鹹蛋控制中 大概兩個小朋友吃其實差不多 了解 所以其實這道料理 並不是說不健康 就是說鹹味的話 你就適度控制在 就是因為鹹味本身鹹蛋就有了 對 所以其實就不要再加 其他的鹹味部分了 對 是飯飯喔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飯糰 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這一道料理 我就真的很想配白飯 對啊 所以小孩子 如果說他的胃口不好的話 你就是 就是讓他吃飯的時候 跟我們大人一樣 他配一點有味道的東西 或是其實早上的時候 我倒是覺得現在秋冬 那確實大家比較容易感冒 其實早上的時候 媽媽可以坐這樣捏個飯糰 對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其實它是鹹鹹的 然後又有纖維 然後又有飽足感 對 其實早上如果來不及 就是上課來不及了 媽媽可以先坐起來 那鹹蛋其實它不怕冷掉 它冷掉其實也滿好吃的 對 而且重點是 如果說你要弄飯糰的話 我覺得就會很像是包水餃一樣 對 包水餃的概念 就包在那個內餡裡面 對 然後給小朋友 可以這樣帶去上學 然後可以加一點鬆鬆 那個香鬆 我也很喜歡這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都好好吃喔 其實這也是 就是跟起司條的概念一樣 是 好囉 那雨環做料理就完成了 好 今天何宇文媽媽 出了這道滿天青鹹蛋 要PK上的就是 Gigi的秋葵玉紫燒 到底誰會獲勝呢 馬上來記錄我們 小小評審的時間 好的 其實這一集 我非常非常的緊張 用秋葵來PK料理 其實Gigi跟這個 宇文做的料理 我都非常想吃 但就不知道小朋友買誰單囉 不然我們就先吃 剛剛Gigi阿姨 先做的那一道好不好 這個好不好 這個先做的 那就先吃這一道 先吃淡淡的那個喔 好不好 淡淡的 淡淡 旁邊有番茄醬的那個 好不好 好 好 那個Chen 先吃這一個 先吃啊 好 你先吃 對 開動 這個 這個 先吃這個 好可愛喔 Jesse 你來把它切開吃 我幫你切好不好 他會慢慢細細品嘗 可是這個沒有秋葵 會吃西餐的感覺 對 好 是真的在品味 你要蘸番茄醬嗎 要嗎 好 那我幫你蘸一個好不好 Trust me 你吃第二口了 好吃嗎 這樣好了 好 吃 哇塞 Chen現在是怎樣 還有人要餵 你喜歡嗎 沒有 因為我怕他年紀太小 你OK嗎 不過我女兒也是要餵餵 要咬喔 要慢慢咬喔 要咬一咬 Ryden你可以嗎 我幫你切一小塊好不好 好 好 哇 有人全部吃光光了 等一下 你要咬十下 拜託你不咬我 要咬一咬 好 來啊 他也太 不是 你快咬到 你不要吞下去 你給我咬一下 我很緊張 媽媽都很緊張 他真的 他真的太 等一下 Ryden剛吃了一口之後 然後他接下來就咬頭 你不喜歡喔 因為有那個綠綠的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喜歡 有什麼 你不要吃是不是 沒關係你吐出來 他好像要哭了 你是要哭了嗎 你不喜歡菜菜是不是 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不喜歡那個 他不喜歡那個菜菜 沒關係 那你要吞進去嗎 還是你要吐出來 都可以 你想要吐出來嗎 還是吞進去 那你先吞進去 我們不要再吃第二口了 好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沒關係 不喜歡就不要吃了 好囉 我們改吃別的好不好 Jasmine很喜歡 他吃完 不是他的表情 有點嚇到我 對 那沒關係 就是有小朋友 不喜歡吃秋葵 OK 那我覺得宇文這道很危險 很難說 我的綠跟妳的綠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是都是一樣的綠 你那個活生生的綠擺在那邊 很難說 那我們就吃下一道好不好 好 吃阿姨的 好 那你可以先吃飯糰就好 你可以先吃飯飯 你不想要吃綠綠 飯糰不算啦 你先吃飯飯再吃綠綠就會 我不敢吃這個 什麼東西 直接被打槍了 完了 妳被打槍了 你不敢吃這個 你吃鬆鬆拌飯 那妳吃這個一點鬆鬆拌飯好不好 鬆鬆拌飯可以轉移注意力 然後再配一點點綠綠的 好 我幫妳弄 好 等一下 那妳吃這個 這個沒有那個綠綠的 好 妳自己弄 好 那個 Chan妳換另外一個 換這個 Chan妳吃一點綠綠的 那個很厲害 妳吃一口這個 那吃了會變很強很厲害 所以RIDER完全都沒有吃一點綠綠的 好的 OK嗎 可以吃飯 ChanOK 他RIDER完全一口都沒吃那個綠綠的 妳可以吃那個綠綠的嗎 妳敢吃那個綠綠的 妳要吃那個嗎 綠綠的 妳要吃一小口 她可以嘗試看看 如果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就吐出來好不好 妳可以吐出來 她給我 好 妳吐了 沒關係 等一下 一口就好了 她吃東西真的都不咬 OK嗎 OK嗎 她可以耶 可以耶 那我知道她不喜歡起司 怎麼可能會有小朋友不喜歡起司 她不喜歡起司 或許她不喜歡蛋 她不喜歡 再吃一個看看好不好 再吃一個看看 來 好神奇喔 所以剛剛起司 她剛剛是把那個秋葵 妳是不喜歡什麼啊 那妳剛剛這個不喜歡什麼 妳覺得吃到哪一個絕對不喜歡 等一下 Jasmine妳幫姨貝姐姐做好好不好 妳最乖的 或者是不喜歡番茄醬 還是說她是 她就是 她喜歡這樣分別吃了 有一些人 而且妳看一下 還不喜歡混在一起的東西 重點是我以為 我以為何宇文這道料理 會是我們大人的菜 結果沒想到她一直狂吃秋葵 對耶 沒有 她是剛剛只吃秋葵 她有吃秋葵 好 好囉 都很棒喔 妳有沒有看到 妳有沒有看到 Chen她一直在吃秋葵 妳好棒喔 那妳 那妳 還是其實 還是其實妳什麼給她都會吃 沒有 她剛才一直在吃 妳吃這個 這個很好 她還沒吃秋葵 我覺得是給她 好 我剛剛給她吃一個秋葵 不知道再給她一個蛋捲 你看看 因為她剛剛 她都吃 她是好孩子 好孩子 不叫吃 好棒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了 很緊張的投票時間 之前 我們請 營養師來幫我們預測一下 好 我剛剛其實已經事先吃了 那我覺得先講GG這一道好了 因為它是把秋葵混在裡面 那我剛剛吃 其實完全沒有吃到秋葵的黏稠感 反而吃到它是起司跟蛋的香氣 對 而且它這一道其實涼涼吃 也滿好吃的 但它確實出了一個祕密武器 是起司跟還有番茄醬 因為番茄醬實在 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會喜歡 那是重口味的 那盡量真的番茄醬還是少一點 對 然後另外呢 我覺得宇文這一道菜 其實出乎意料 為什麼我剛剛吃的時候呢 我剛剛以為會是鹹蛋的味道很鹹 其實沒有 沒有 其實不鹹 不鹹嗎 不鹹 然後它的秋葵其實是脆脆的 我覺得如果小朋友喜歡咀嚼的話 然後它搭配這個 那個白飯 其實白飯甜甜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把它補在一起吃的話 也很好吃 所以我今天其實預測是平手 你預測平手 我覺得你那個白飯下對了 我預測是平手 對 我還預測 我還預測 但是小孩子還會拿一杯啤酒 沒有啦 開玩笑 因為你講說白飯是飯還... 白飯下對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說 小朋友竟然還滿買單的 就綠色的 通常看到綠色就不吃了 都不想吃了 好 那不然就來投票劍增長 好啊 來 這個 Jasmine你先出來投 你是隊長 那你其他兩位小朋友 跟RIDER RIDER先出來 好 那Jasmine先投好了 好嗎 RIDER你是我的小幫手 RIDER 好 RIDER先... 好 RIDER你知道 右邊這個是淡淡的 然後左邊是有飯糰的 你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 好 請投票 請投票 一分飯糰 真的耶 好主定喔 好來 很棒 好棒的 好 他喜歡飯糰 接下來呢 就輪到我們的評審長Jasmine 你決定了嗎 嗯 真的嗎 真的 有很難選嗎 沒有 沒有很難選 那看一下Jasmine 會投給誰呢 出動 他也選飯 真的假的嗎 我見決定那個飯對了 他們可能小孩子喜歡吃飯 還是他們肚子餓了 還是說現在小孩都喜歡重口味的 有可能 喜歡吃飯 那你選 那你選 那你過來 你喜歡什麼你就選 沒有沒關係 還有Chin也出來 你叫你真正喜歡的東西選 對 來這裡 好 小孩子很難騙人 好 好 這麼開心 你先 好不好 先出發 你決定了嗎 照自己喜歡的 請問一下你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是淡淡的 左邊是范范 那范范在哪裡 范范的 好 左邊 那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就出發 投票 好開心 該不會結果正如營養師預測的吧 我知道 不知道Chin喜歡哪一個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飯飯還是蛋蛋 要記得飯飯喔 飯飯喔 那在蛋蛋說的是蛋蛋喔 蛋蛋喔 那投票囉 好 你去投票 嚇死他了 妹妹 我知道了 小小孩比較喜歡這個 大一點的比較喜歡吃飯 真的 就是年紀的差別 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剛剛兩位比較大的小朋友 是投給宇文那一票的 那如果年紀再小一點的小朋友 喜歡蛋 對 有可能 我跟妳講 這樣太好了 我們可以活著走出去 對 我不接受平手 再說下一場 不過今天很開心是看到平手 表示這兩個料理小朋友都買單 其實秋葵是真的小朋友 不太喜歡的料理 他們今天有入口 真的兩位是非常棒的 而且秋葵我們剛剛講了 這麼多的營養價值 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 大家還沒有提到就是 有些小朋友 其實現在你會發現很多小朋友 他喜歡吃一些甜的東西 或是過甜的 我們所謂的秋葵裡面 那種狗狗 稠稠 黏黏的 它其實就是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可以讓小朋友吃完一些 真的比較甜的東西之後 再吃一些大量的秋葵 我們建議大概可以吃到 三根以上的秋葵 三根以上很容易吧 對 所以其實你把它 切碎碎的把它放在裡面 它可以讓小朋友的餐後血糖 也比較穩定 然後剛剛提到那些糖分 也比較不容易那麼容易被吸收 所以其實如果說小朋友太胖的 其實你在飲食裡面 你可以多一些秋葵進去 或小朋友喜歡吃甜的 那我們鼓勵他多吃一點秋葵 對 因為我覺得說現在小孩 你說你要真的禁止他吃甜食 或禁止他吃糖 其實很難 多多少少小朋友都會吃 但如果你想要平衡的話 可以吃一些秋葵 大人也是一樣嗎 大人也是 而且大人如果說 真的比較容易有一些三高的 現在秋冬 這三高的病人好多 血糖控制不好的 然後血糖高的 血壓高的這些 其實都很適合秋葵 所以秋葵其實現在價錢也不便宜 因為他現在已經被炒了 是一種養生的食物 趕快出發 趕快把那兩個包回去 不過今天很開心是看到 我們終於可以順利走出攝影場 真的 我們可以平安的回家 真的 Gigi跟何妤雯Peace喔 謝謝 Yeah 好 秋葵要你成功了 對… 所以爸爸媽媽 你們自己在家裡 要讓小朋友多吃秋葵 才會讓小朋友的身體健康喔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 拜拜